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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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該洗頭了 自駕油我沖葉麥一定是配合一些蛋白質 要么是豆漿粉要么是奶粉和蛋白粉 這個按耐健蛋白粉是我們目前的最愛 粉狀的比液體狀的奶或者植物奶更方便攜帶 裡面給的這個大勺子不有杯口還大我就用自己的勺子吧 攪一攪泡一泡 這個巧克力味非常正 下次還要試試他們家奶吸的 聽說味道像香草一樣 按耐健是中國運動營養蛋白粉很貴的品牌 但我覺得值 它精選法國草思奶鹽 我就看好的是它從純牛奶中提取的 不是從在加工過的乳清中提取 這樣人體吸收會更好 它是法國很有名的運動營養品牌 作為淡奶素食者 上午沖一杯它快速補充一天的蛋白質 完美 作為淡奶 私想要吃 刚刚上午在这山里溜了一圈 可以说是徒步奔跑 跳舞瞎蹦倒的混合 放空了一个小时 你看现在天气这么好 其实昨天晚上下冰雹了 我发现又是海拔高的地方 越天气变化莫测 像这边早晚我穿上小棉袄和雪地靴 现在溜一圈热了 回去把雪地靴脱掉 我的三脚架在有雨水的时候收起来了 现在都生锈了 人生艰难 现在我要洗个头 这个水加热到42到45度 小毛巾准备好 现在这个香盖是怕烹水 无比清爽 蒙奇奇本期又营业了 这已经不是蒙奇奇了 大连的海胆吃过吗 就是海胆俗称刺锅子 刚溜了一圈山 看了这个水源 也不知道是山泉水还是自来水 完美 我越来越有野外生存的能力了 我都不知道这边有萌萌 我这爬山来的 这是什么萌萌啊 那家人啊 那家人啊 头喂我个玉米吃 都不相信我一个人来的 说东北那种虎啊 我又变聪明了 之前离开车的时候 太阳能板不能给充电器充电 因为放在外面怕丢嘛 但是现在我给它弄在了车上 现穿过天窗的缝隙 然后这么挂着 今天的风特别大 所以我侧边用这个和里面的扶手绑着 要不它就往那边吹跑 从这里面先穿下来 就直接连到移动电源 能听到打雷声吗 这边还有太阳 那边都是阴天 啊 看过 晴天下冰雹 啊 赶快把我的板子收起来 终于找到大的 你看这个段时候对比一下 哇 诶 这好像是不一样的蘑菇 看我摘了多少 人生第一次采蘑菇 我此时特别的激动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这么些 其实我本来车里没什么吃的 我打算去镇里吃饭 但是我突然想起了白天 那家人采蘑菇 于是我一时兴起 就冲入这个草丛 还收获了一大包 那这样今天晚上 这蘑菇就是主餐吧 嗯 准备就绪喽 那边的紫菜割的汤已经好了 它很浓稠 虽然不太好看 但是我相信它很鲜美 既然这不是我种的 虽然这不是我种的 但是吃上自己采的东西 真的太激动了 作为一个城市人来说 好的一城市 拥抱乡村 有紫菜的歌的汤挺好吃的 嗯 这也是我的首创 这顿饭吃的简单而幸福 这么贵上吃肉一样 story time again 这件事情是上周发生的 所以我现在才能心平气和的讲 上周我开车经过这个村镇 看到一个地上还划线的停车场 旁边还有公共卫生间 我就过去停了 白天来来往往自驾游的车 在那有停游走 我看还挺安全的 就在那过了夜 第二天一清早 我从卫生间出来 嗯 此时停车场只有另外两台车 实际上是没有人的 也就是说当时停车场只有我一个人 此时一个当地人走过来 管我要50块钱停车费 我说别的车也没有收费 为什么只收我的 他说 哎呀我看着你在这过夜了 我说如果收费的话 停车时长以及收费标准 都应该是有告示牌写出来的 你这里没有任何的标识 而且其他车你也没收过费 你明显是管我下收费 反正他看我和他讲道理 没有要叫钱的意思 不知道怎么他又叫来了两个人 此时我觉得气氛不对 他说话的语气很冲不对 然后我立即跳上车 把自己锁在车里 因为我一个女生站在车外 他们三个人要是打我怎么办 他们看我上车锁门 就立即猛砸我的车窗户 猛拉我的门把手 就是我特别怕他把这个车窗砸碎 然后对我人生构成极大的威胁 此时我脑中闪过两个想法 第一是直接打火开车走人 但这个想法立即被我否解掉了 因为他们离我车 这本已经就是贴在我车上 一旦我开车压他们的脚 或者伤了他们 这我还要负责 第二个我就是给公安局打电话 于是我打了110 然后五分钟之后 镇上的交警过来了 给我解了围 然后还警告了他们 哇 化险为夷 在偏远的地方 我大部分遇到的是 真不善良的人 少部分是这种无知刁民 当他们就是时间砸我窗户 幸好他们没有工具 是用手肘砸 耐克的紧张害怕 就是心跳跳的速度 是我好几年都没有经历的 但是在路上呢 不可能不遇到事 我也不会退缩 只是会变得更加坚强 以后更好的应对吧 实话是 我越来越喜欢穿宽松的裤子了 觉得比紧身裤舒服 但紧身裤的确会更好看一点 快动呢 其实我在这个小镇 已经待了好几天了 因为我在等个快递 本来三天 顶多四天到的东西 现在已经六天了 感觉自己被困在了这里 但转念一想 我出来户外生活的目的 不是一战一战式的打卡 而是慢下来 更好的认识自己 所以就耐心的等等吧 There's no urgency at this moment 先把以前自己拧紧上旋 团团转的这种生活心态 慢慢退掉 两个小流浪狗 哦小宝宝 农村小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细菌 但是好亲人啊 应该是流浪的 话说我还有个没下用的发现 一般买东西 除非贵重物品 东部沿海不给青海 新疆西藏包邮 但是四川给青海包邮 一直在闻我车 周围食物的味道 可惜我没有吃的呀 这两位玩的好的 你们俩一起流浪是吗 哎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